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两个新的概念,它们是短路和开路。 对于一个电阻来讲,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这个二端元件上,电流是从电压的正端流入的,所以它是关联的参考方向。 对于这个关联参考方向的电压和电流来说,如果说电阻等于0,或者说电导等于无穷大,就是一条理想的导线,于是它就是一个短路。 那么对于短路来讲,从大家直观的感觉来说,电压一定是等于0的,因为它是一条理想的导线。 所以呢,电流是不能够受到其自身控制的,由外电路来决定。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条理想导线也当成一个二端元件来看待的话,那么它在UI平面上的特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想一想,电压一定是零值,电流可以是任意的值,在UI平面上就是这样的一条直线。 还有印象吗?这样一条直线对应于我们前一个片子里的什么? 对,非常好。它就完全对应了R等于零值时的一个电阻的UI平面上的曲线。 那么与之相对的,如果R趋向于无穷大,或者说G是零,那么这就是一个开路。 对于开路来讲,当然就是没有电流,而其上的电压是由外电路来决定的。 那么在UI平面上,大家想一想,它应该是一条怎样的特性曲线呢? 对,是的,一定是沿着电流为零,但是电压可以是任意值的,这么一条纵轴来画。 那么这条曲线跟刚才我们前一篇电阻的特性曲线里面的哪一个极限点有关呢? 对,是的,那就是R趋向于无穷的时候,α等于90度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一篇和前一篇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短路实际上是电阻等于零值时的一个极限情况。 开路实际上是电阻等于无穷值时的一个极限情况。 也许有的同学对这个结论不以为然,可能你在中学就已经接触到了。 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用这个开始帮助大家来习惯在UI平面上的等效的观点。 也就是说,两个元件,如果它们在UI平面上的特性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它在电器上是等效的。 大家以后会看到,这样一条线,它还和别的元件是等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电阻器上所消耗的功率。 对于图示的关联参考方向来说,我们来计算一下它吸收的功率。 A吸收的意思,吸收一定等于U乘以I。 由于它是关联的参考方向,U是等于R乘以I的,所以等于R乘以I的平方。 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讨论的所有R都是大于0的,所以它是大于0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标的是非关联参考方向,电流从负端流入。 那么基于我们此前讨论功率时那一讲,我们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现在算这个元件所发出的功率,同样也是U乘以I。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电阻这个元件上的欧姆定律,就不再能够写成U等于R乘以I了。 由于电阻上电压和电流是非关联参考方向,所以U等于负的R乘以I。 于是呢,它等于负的R乘以I的平方是小于0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在非关联参考方向下,电阻发出的功率是小于0的,于是电阻还是在吸收功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采用功率的第二种记忆方式,我们依然讨论它所吸收的功率。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电流反过来,认为它是往这边流的,是负I。 所以它吸收的等于U乘以负I。 但是对于这个非关联的参考方向,它依然有U等于负的R乘以I。 所以是负负得正R乘以I的平方大于0。 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讨论,当然一方面我们是复习了此前一讲关于功率的两种记忆方式。 还有更重要的结论,就是对于电阻来讲,无论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如何定义的,它始终是在吸收功率的。 那么最后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回答此前那个录像里,我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一个电阻器来说,它的额定值都是什么? 我们常见的电阻器有四种,第一种贴片电阻,它非常小,也非常轻,而且性能很可靠。 第二种是碳膜电阻,它非常便宜,电阻值范围非常广,但是精度稍微差一些。 取代碳膜电阻的叫金属膜电阻,它非常可靠,精度也很高。 然后还有一种叫功率电阻,它适用于高功率。 在本讲之前的视频里,我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决定一个电阻器的体积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片子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对于芯片上的电阻来讲,它可能有很多种的曲直范围。 对于功率电阻来讲,它也可能有很多种的曲直范围。 因此电阻值并不是决定一个电阻体积的关键因素。 这也是我们在这一讲专门说出来,一个电阻器的额定值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关键。 大家在以后选用电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电阻的阻值是需要满足你的电气性能的需求。 还有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你这个电阻所应用的场合是多大的功率? 对于芯片电阻来说,功率非常小,对于功率电阻来讲,很显然它是用于大功率的场合。 正是由于不同的功率应用导致了不同的散热需求,才使得不同的电阻器上的体积是不一样的。 好了,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 这个编程中的处理之内是两方面这边。 对于布政其中な动作图处礼时长 candle串直线额体而会爆料。 三方面只需要挟入的效果. 三方面要继续件四谷合意求, 这顿这一较交部很大的情况又几个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